车主啊他本身可能就是快塞阳性 或者是说他可能就是确诊者 快塞阳性来到板桥亚东医院排PCR 没想到机车停不进爆满的停车场 微停的结果被拖掉了 又不能搭乘大众运输系统 当下的心情真的无奈又生气 新北市医院刘美芳接获民众陈琴 议会质询点出了这个情况 实际上来到亚东医院 排队做PCR的人潮一样多 停车场停满了车 机车只能先围停在人行道上 我做了PCR 那你大概找了位置找了多久 大概找了15分钟 都找不到位置 所以我们只能围停 那可不可以有什么样的建议 希望政府可以多开一点位置 让我们不要用围停的方式来停车 疫情升温一试确诊民众 涌入了亚东医院 车辆围停被拖是事实 被拖掉后搭乘其他的交通工具 也可能会是感染破口 新北市警察局长黄中仁回应 医院和筛检站的周边 将以开单取缔来代替拖掉 但民众表示 平常医院这一带就不好停车 再加上已是染疫的民众要做PCR 还有打疫苗的市民朋友 大量的机车涌入的情况之下 建议在人行道上 划设机车停车阁 这边就是走道 行车走道我觉得蛮大的 那其实我觉得行车走道上面 可以增加一些机车停车阁 那机车停车阁的话 就是站的位置 应该也不会站到行车走路的位置 平常日也是一位难求 那现在又因为疫情期间 那来筛检的人很多 看诊的人也很多 那以至于说在这边 其实不管是机车或者是汽车 都是一位难求 那我们会希望说 呼吁政府在疫情这段时间 或者是说在平时可以宽容 在这个人行道上 以不影响交通为原则 可以多划一些停车位 医院停车场不够用 违规停车属实 不管是被拖掉还是开单取缔 对民众来说 问题并没有被解决 提出建议是否能在人行道上 来划设停车阁 规划出更多的停车空间 记者游文一板桥采访报道